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首先,我们来聊聊中国信贷增长的最新动态 似乎农历新年的假期对融资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导致信贷增长放缓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尤其是在人民银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的背景下 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 借款需求的疲软让我们不禁思考 接下来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如何实现 接着,我们的目光转向了太空 是的,你没听错 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涉及了月球 中国的一次卫星发射任务未能成功 这对于中国探月计划来说是个小小的挫折 但别担心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太空探索之路就此终结 科技总是充满挑战 失败也是成功的一部分,不是吗?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一些动作 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发出了加快科技创新的号召 这是为了响应习近平主席的指示 抢占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同时,中国的自动化市场虽然遇到了一些低迷 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未来科技发展中的巨大潜力和野心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 中国都在努力推动科技的边界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每个话题背后都有着丰富的细节和深远的影响 相信能够激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深入了解这些令人兴奋的新闻背后的故事 中国信贷增长放缓 因农历新年限制了融资 彭博社 尽管中国央行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措施 但2月份中国银行贷款增长速度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表明借款需求疲软 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9.7% 是自2003年开始数据收集以来的最低增速 广义信贷的存量也仅增长9% 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借款需求疲软对北京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 约5%构成了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已采取措施刺激需求 但迄今为止这些措施的影响有限 中国暗示流动性派对有限 关注增长 彭博社 中国人民银行PBOC上周五从银行系统中 撤回了130亿美元 这是自2015年10月以来首次这样做 目的是遏制债券市场的投机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已经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的需求 并没有计划主动减少流动性注入 一些分析师认为 此举还旨在防止中国与美国的利率差距进一步扩大 并给人民币增加进一步压力 月球失联 中国卫星未能进入计划的轨道进行月球测试 南华早报 中国试图发射一对测试卫星到月球的尝试 在周三失败 因为卫星没有达到计划的轨道 这些卫星本应进入远离的逆行轨道 DRO 并与另一颗卫星一起测试地球和月球之间 基于激光的导航技术 目前这些卫星的轨道未知未知 但据信它们不在足够高的轨道上已到达月球 这是远征一号S型上面级的首次失败 该上面级自2015年以来 一直被用于将卫星送入更高的轨道 尽管贷款利率下调 中国房价仍进一步下跌 日经亚洲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新房价格在2月份下降了0.3% 凸显了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来刺激需求 尽管上个月进行了创纪录的抵押贷款 基准利率下调 但北京、广州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房价下降领先 与去年同期相比 房价下降了1% 部分原因是高基数的影响 二手房在一线城市的价格 在2月份较上个月下降了0.8% 自2021年 政府采取措施遏制开发商过度借贷以来 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压力 中国和其他排放者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国际能源署报告 南华早报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一份报告 中国和其他主要排放国可以利用现有技术 显著减少化石燃料产生的甲烷排放 中国是全球化石燃料甲烷排放最多的国家 占全球排放量的17.5% IEA估计 中国可以通过现有措施 避免53%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甲烷排放 以及57%的煤炭相关甲烷排放 该报告还强调 资金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道障碍 需要1700亿美元来实现全球减排目标 越南的FPT在大连开设开发基地 目标是日本市场 日经亚洲 越南科技巨头FPT在中国大连开设了一个大型软件开发基地 该公司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建立一个由2000至3000名员工组成的开发团队 FPT软件在2023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0亿美元 其中日本市场占据了近40% 大连基地将主要为制造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日本公司提供服务 FPT通过进行离岸开发迅速发展 利用了越南的低劳动力成本 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行动加剧变得更加谨慎 调查 南华早报 由于地缘政治风险 台湾企业对在中国大陆扩大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 中国工业联合会指出 受访投资者中有21.5%预计减少资产 而10.6%预计增加资产 调查还显示 41.6%的受访者计划减少员工 38.7%计划减少产能 投资中国大陆的台湾企业数量已降至22年来的最低水平 仅为30.4亿美元 而44.2%的受访者计划在中国大陆以外投资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计划投资越南 台北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商学与管理研究所的胡经利教授表示 台湾需要多元化的贸易伙伴 但不需要放弃中国大陆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全球科学领域的竞争中 中国的全民方法能够奏效吗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院Kai院长侯建国敦促科学家加快努力 抢占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以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 Kai的下属研究机构被要求创新其资源 包括人才和平台来的结构 Kai在自然指数中排名前五 该指数衡量了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期间 学术机构的研究产出 全民系统是指动员全国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 如体育比赛的金牌 重大科学突破或经济目标 从历史上看 中国整合有限的国家科技资源的能力 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尤其是在高优先级的国家航天和军事任务中 中国自动化市场的低迷 暴露了欧姆龙对该市场的依赖性 日今亚洲 日本工厂自动化供应商欧姆龙将裁员2000人 全球范围内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中国占欧姆龙设备和模块部门销售额的五分之一以上 该部门生产工厂自动化组件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供应给主要的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公司 这些公司已经削减了资本支出 欧姆龙在2015年12月前 三个季度对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29% 达到734亿日元6.31亿美元 相比之下 安川电机下降了9% 吉恩市下降了5% 在中国 施亚德的可口可乐业务仍然面临挑战 日经亚洲 在中国大陆作为可口可乐的主要瓶装商之一的太古太平洋面临着挑战 因为经济放缓使得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成本 中国大陆的可口可乐业务收入下降了5% 归属利润下降了16% 然而 太古太平洋整体上在2023年取得了出色的财务业绩 年收入增长了3% 达到了948.2亿港元121亿美元 基本净利润增长了7.6倍 达到了361.7亿港元 主要受到国泰航空的大幅扭窥所推动 中国计划建造一座巨型电磁轨道炮 用于将超音速飞机发射入太空 南华早报 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开发一种超音速电磁轨道炮 可用于将人类送入太空 该系统结合了电磁发射和超音速飞行的进展 旨在利用巨大的电磁轨道将超音速飞行器加速到1.6马赫 一旦与轨道分离 飞行器将点燃发动机 以7倍音速的速度进入近地空间 该项目名为腾云计划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飞行器技术研究院磁电总部领导 该项目正在山西省的一个两公里低真空轨道高速磁悬浮设施上进行测试 轨道最终将延伸到最大运行速度为5000公里小时 轨道炮项目被视为战略前沿技术 并代表了中国在电磁推进方面的重大投资 中国的贸易计划会给其经济带来新车的气味吗 南华早报 中国推出了一项已旧换新计划 以升级其工业设备库存并促进消费者商品支出 国务院计划到2027年将各个行业的设备投资比去年增加至少25% 政府还希望超过90%的年收入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280万美元的工业企业 使用数字化研究和设计工具以减少损失 该计划将支持废弃车辆和二手家电的回收利用 并提供税收激励和银行贷款 以促进设备和消费品的升级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 中国总理李强承诺给予更多的自由度 以超越竞争对手 南华早报 中国总理李强承诺 在国家人工智能AI领域创建更多的失措文化 李强在北京与干部和企业代表交流时表示 新兴技术应该有足够的实验空间 他还呼吁在计算能力和算法方面取得突破 并试验尖端技术 李强的言论出现在欧洲议会批准了一项 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框架之际 而美国也一直在考虑类似的立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好